据中兴社报道 近日中越迷鬼货运班列顺利抵达中国 这次共有2.7万吨印尼煤炭 将分批通过中越迷鬼铁路 运至中国河口口岸山腰国境站 再运至中国各地 和中越国际货运班列有序而繁忙的运作情况 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日本和越南合作的高铁项目 陷入无限期的停工当中 2010年 越南与日本合作建造连接河内 与胡志明两市的高速铁路项目 预计总成本为560亿美元 然而越南因为拿不出560亿美元的巨额经费 而叫停该高铁项目 要知道 这个经费已经相当于越南去年GDP的60%之多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拿下东南亚的第一笔高铁订单项目之后 进展迅速 2015年 印尼选择将价值60亿美元的亚万高铁项目交给中国 该项目运转效率非常快 有望在2021年完成 对比日月高铁项目来说 亚万高铁晚签了5年 反而早9年完工 这也许就是中国速度最大的优势了 环球热点财资世界 大家好 我是一航 赶紧动动手指关注我们 更多财富等你发掘